小姐 哎 你干嘛呢 没干嘛呀 这是我自己买的 就这一个了 没带你那份 哦 还说没干嘛 我都看见了 你尝了个鸡腿 真的就剩这一个了 我又特别想吃 就没带出来你那份 什么话这是 什么话 啊 我跟你说话 就是为了吃你鸡腿吗 你这样说话我太伤心了 哎呀你别生气 真的就剩下这一个鸡腿了 我告诉你小舅 如果我只剩下一个鸡腿 我肯定是留给你的 我这么说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 我对你的态度 我会把最好的留给你 可是 可是我真的特别想吃这个鸡腿 又只有这一个 来我问问你 我在你心里重要吗 重要啊 那肯定重要啊 那如果你选一个人陪你走完医生 你会选我吗 会啊肯定会啊 那我再问你啊 如果你中奖 中了一百万 我有很重要的事 需要用到九十万 你会给我吗 我肯定会把钱给你的呀 那你的那辆车 那我如果需要的话 你会给我开吗 那你就开呗 你看 哎 这不就够了吗 你想一辈子的那个人是我 你也愿意把大部分的身家跟我分享 你还愿意把你的车给我开 这不代表着 这些东西在你眼里都没有我重要 对不对 那肯定是没有你重要 那你说 这区区一个鸡腿才几块钱的东西 对吧 你会不让我尝吗 嗯 那应该是不会 对呀 所以这只鸡腿 应该怎么分配 你心里有数了吗 那给你吃吧 哎 你看这不就对了吗 什么在你眼里重要 什么在你眼里不重要 这不一目了然了吗 对吧 哎 行 珍贵啊 我先走了 哇 别说的真香 你要骗我鸡腿 你给我站着 把鸡腿还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